其實你也可以顧顧我 畢竟我們… 我跟你什麼? 我叫你不要再說那個了 不說而已, 但不代表沒發生過 我們曾經這麼接近, 是不是… 蔣世龍, 你給我聽著 那晚我跟你睡在同一張床 但我們什麼都沒做過 我要做老師 好 我支持你 對, 我支持你 在老的瑜伽裡有一句這樣的說話 他說人不可以被毀滅 但是不可以被打敗 好嗎?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做這件事 很想做老師 那你就要學會對你不喜歡的東西 說不, 試試 不… 你看看嗎? 你看看嗎? 我現在要幫你拍一段影片 讓你爸爸告訴他你要做老師 我不進社團, 你看嗎? 來吧 你必須要說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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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有一件事想跟你說很久 大學之道 再明明等 再親民 再止於知事 我讀這麼多書 都是想做個好老闆 就是這樣而已 喂 你睡了 睡不著你睡了 我走了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三姐, 拿個睡衣給我 原來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那你現在都清楚了 你以後不要再亂說 你不要纏著我和你有什麼關係 凡子要我把聯興盛的票給你 沒有放置 而且我不是打算拿著那晚的事 來威脅你 只不過你當幫你不幫親 就是喪忠是假的 你怎麼可以幫他呢 我很難備一張票給你 我怎麼跟花打交代 當你是誰跟我說叫我回蔣家呢? 是你 誰跟我說留著蔣家的血 就要擔起蔣家子孫的責任呢? 也是你 現在我需要你了 你反過來不給我一張票 那你和出賣我有什麼分別呢? 好, 就當我和你什麼關係都沒有 那三姐妹和你一起長大 你也很應該幫她 不如這樣 說到底 那張票不是花打 不是巴打 也不是我的 是聯興盛的 就由聯興盛的兄弟來決定 那到底怎麼樣? 我們聯興盛的一個辯論大會 由你和高濱兩個候選人 劇場爭取我們兄弟的支持 到時候由他們的時表決 看看聯興盛的票投給誰 辯論大會?可以嗎? 將票由兄弟決定 那花打沒法反對 幹什麼?你怕輸嗎?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這個機會 認真聽兩位候選人的理念 然後我們就會投票 誰得票多 就代表我們聯興盛支持哪一個 我的手機跌倒在的士 沒有你扮演女人的影片 這個時候還拗樓油? 沒有了一段影片 我待會說什麼好 快想想辦法 你別停 那輩子你是警察 你想想我的計劃B, 沒時間 你屍發癢 你屍發癢 摩斯密碼你也不懂 你別看無間道的, 你怎麼做 你說什麼?蔣世龍 摩斯密碼, 你的哥哥 什麼摩斯密碼?什麼無間道? 你剛才說高濱摩斯密碼也不懂 怎麼做…怎麼做什麼? 怎麼做坐管 大家有沒有看過《無間道》 《無間道》這部電影 用了三年時間寫劇本 資料搜集相當充足 裡面的角色, 陳永仁和王Sir 他們正正是用摩斯密碼溝通 所以做坐管怎麼可以不懂摩斯密碼 我剛剛就用摩斯密碼 跟她說了幾句髒話 她零反應不但還在笑 所以她想做坐管 連摩斯密碼也不懂 她哪有資格做 她是… 我想問問 究竟四聯邦的旁邊 有非一條寫明 說做坐管一定要升摩斯密碼 你敢加勢嗎? 趕復聯興聖班兄弟 別這麼多碎嘴, 陳先生, 開始 既然這樣, 就由蔣先生開始發言 你可以開始了 好, 走 不要理規矩, 閉嘴 怎麼樣? 閉嘴 快點 行了, 大哥 蔣世龍 你祈禱完了嗎? 祈禱完了就說話了 不是當你輸的 說吧 周潤發說得對 一個好演員是不應該拍攝破片的 三、二、一, 開始 不好意思要大家等這麼久 本來我準備了很多事跟大家說 不過我有一句都不想說 因為我覺得我身邊的高斌 根本一點資格和我爭坐管都沒有 我告訴你 一點資格和我爭坐管都沒有 反骨仔 出來和你爭坐管就是反骨 你憑什麼說高斌沒有資格?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四聯邦有今時今日的成績 由十幾個孤雷到三萬幾個門生 每年的收入是二億 應該關於誰?你們說吧 行了, 不用說了 我知道你們心裡已經有答案 沒錯, 就是我爺爺和我爹 沒有他們絕對沒有四聯邦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位老人家 是絕對值得被尊重的 你叫我和一個不是姓長的人 一起爭坐管 爸, 沒問題的 但是你叫我和一個 不尊重他們兩位老人家的人 一起爭坐管 我就覺得他沒有資格了, 反骨仔 你剛才在廁所跟我說什麼 我說過什麼? 究竟跟大家再說一次 不適合你再說一次, 先聽聽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說我爺爺是昏君 你說我爺爺是輝才 是, 夠膽說不夠膽 是呀, 我有這麼說過 你爺爺當成四聯邦是這個 蔣家的王朝 不是分官是什麼? 還有你爸爸 只會坐在這裡拿著傻子 我們一群兄弟 不過在這裡打死打死 他不是廢柴是什麼 那輩子你說什麼? 當日是爸爸 也是你一手托你出來的 如果你不尊重我爸爸和我爺爺 你就不會真的出入居座管 你這個反骨仔 為了出入座管 這種話就說不出 大家冷靜點 就算大家多不同意高分也好 好, 我們也要保障候選人發言的權利 別說我們姓蔣的下廢 你只要現在在我們蔣家面前 說一聲對不起 我可以當你剛才發握放大 如果不是 你就馬上下台 你沒資格跟我爭坐管? 你爺爺是分官 你老闆是廢台 你蔣細龍 沒有腦、沒有記性 沒有領導智慧 懦夫 別以為你是勝掌就算坐下座管 救命… 高濱有說錯嗎? 蔣家的錢 全部都是我們打生打死找回來的 這個勝掌憑什麼做坐管這個位置 對嗎? 對嗎? 對… 好… 所以我支持高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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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高濱 好… 各位, 今天這個會 其實是我們聯興姓家士 我很尊重大家的決定 你們選高濱也好 選世長家人 我也很開心 不過在你們做出最後決定之前 我想大家聽一段我朋友的說話 這位朋友是邦哥生前最信任的人 也是我們四聯邦的御用風水師 金調堂 我是當年幫蔣露先生第三個兒子 算過命的金調堂 蔣細龍本命熟火 他出生兩個星期 四聯邦其中一間酒樓 就無緣無故火燭 燒死了十五個人 天火焚成在東方 我當年批他這個火會燒到蔣家 燒到四聯邦寸草不生 所以我勸蔣老先生 將蔣細龍有這麼遠送這麼遠 神爺告訴我 蔣細龍回來欠坐門 若蔣老先生還在這裡走來問我 我只會答一句 行 小妹妹妹 不好意思 你們說我明信也好 不過金調堂說的話 我不敢不聽 我也是支持高斌 你剛才去劉標為何不早點通知我 警方為何保證你安全 因為剛才明麗他約我時 我不知道他得罪那個月是劉標 你和那個莊明麗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們的關係現在比較複雜 那你真的喜歡了他? 行了,莊小姐怎麼想我不想知道 我只想你知道 蔣細龍在這個臥底行動期間 是不准有任何感情關係 是, Madam 我只想知道 殺高斌, 坐官的位置 算是聖長的座 我要你退選, 不可以跟我們蔣家爭 找人做事? 你們想找人殺高斌嗎? 高斌不能死 那高斌現在要跟我們蔣家爭 那他就要死了 不能殺的, 高斌是臥底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